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在上機之前 想做一個簡短幾分鐘的更新 我覺得現在離開這個立法會選舉 還有不夠兩個月 提名期亦都是進入直路 所謂的預計就是 如果真的泛民那類型的提名 是很困難 在我的頻道出現的 譬如選擇好名 曾經是特首選委 由於你要取得的提名 要經過五大界別 西選完才行 所以如果你是傳統真正的泛民 根本你入閘拿到二十個提名 都應該是相當困難 那你見到有些例外 譬如譚香文 有些人就議論紛紛 為何會陳萬奇提名他 一個將港版國安法去帶進來 所謂的人大代表 為何會提名譚香文 譚香文是否曾經是公民黨 之後是獨立人士 為何他會有陳萬奇的提名 我相信他們在區議會的領域 之前已經認識了很多年 你說在這一刻的香港 已經沒有人說究竟哪個泛民 是不是真正的泛民 還是誰是鬼 已經沒有人敢說 因為普通人的取態或想法已經不同了 因為香港有一群人還想去選立法會 包括聖志民 聖志民好像是特首選委 但是現在又去選立法會 立法會現在是去到有九十席 不是說七十席 多了二十席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今次的特首選委 本身也是增加了1200人到1500人 多了 而立法會也會有新的景象 即是說全部都是清一色建制的 如果有泛民的DNA 根本是不能入閘 我預測 其實有些人 如果你說奉檢基參選 敵志遠 基本上入閘 甚至不是問題 如果你說最後補助 都不會是太大問題 傳統法文就不用想了 那 那 特首選委 所以 1500人其實都是橡皮圖章 到最後還是北京的恩典 哪個就是 會發生 那 你可能問 現在會不會有第二個選擇 呢 在我的建制項目中 我都玩了一個模擬組合 曾任權 曾進華 和胡冠 這些曾經是特區政府的人 對不對 但北京現在需要的是 一些很聽話的人 那就是說 不會發生的 那玩一個模擬組合 和真正組 有不同 那 有些人說 就是 其實都是 最主要的劉夢宏 他在幾個月前都已經說了 就是說 陳馮富珍 一個曾經去世衛的總幹事 有沒有可能在七十幾歲 到七十四五和之靈 去做特首 那這個是不是北京會考慮的人 那會不會還有另一個人呢 首先 我講的 如果是 真是 陳馮富珍 他 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入到閘 那都挺好看的 這個情形 始終他是醫生底 是一個醫生的背景 那看到香港現在這個 真正的人道災難 我相信他會有一番的見地 還有他的視野和世界觀 我相信是好過林鄭 那 剛才說 那個人道災難 就是 你拘捕了一些有潛力成為特首 首席大法官的人 你拘捕了去坐牢 做了一個政治事件 那怎樣去把這件事搞定呢 你一定不可能找現在林鄭去做 林鄭 他都搞了這麼多事情出來 有很多人說 這是北京的意思 但怎樣也好 你叫他回頭是很難的 你講的 從2014年他負責房屋政策 都沒有什麼好事做過 更加多人 現在說 關心的事情 會不會是李家超 或者鄧炳強 連跳幾級去 對特首的補助 這些大家暫時看不到 沒有的 直至 真的看北京 可能都會很快做個決定 立法會搞定了之後 都很快的了 可能是12月 特首 每些候選擇 慢慢地出現出來 現在都沒有人說 誰會去 國族 你說明年3月都算特首 現在都沒有人去做一些 所謂 怎麼說 初賽 或者其他 primary 就像美國這樣說 所以你看到 這個特區政府 現在玩的那個 選舉遊戲 都真的沒有意義 玩的人 可能他們都當作是一份工作 這樣去做 但你失去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人生自由 我也想說 我也想說 我預計下 我的 未來這8個月 其實都是7個月 要減3日 今天已經是 在北美洲時間 是11月3日 那我要善用 即是 預計下 這 不夠8個月的時間 繼續在不同的地方 講香港人的故事 那 用的資源會有很多 所以 都是要大家記念著 我們的製作 還有 你們在製作 或者在YouTube頻道 以外 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更加多 更加多 說得到的 給你們聽 我就可以說 說不到的 就請你們記念著 我們做的一切 那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的頻道 patreon.com backslash adchin 讓我們可以走 更加遠的路 就 在 Winnipeg 那幾天 其實是 有一些人 是遇見的了 那些 有很多人 覺得 為何不把這些資源 只是放在多倫多 和永哥華 其實不是 香港人 現在是 在全世界 移居著 我們 要把台 裡面的資料 全部是 文端了 之後 你們看到 就會看到 這幾年的變化 知道我們如何移居 移駛 在第二 這個 我想 也很重要 因為 你看到 真的 都不是半年之前 蘋果一報 整份報紙是沒有了 所有的東西 你找不回 那 也都 預測 那個打壓 按 某些網站 某些頻道 可能你們在香港 會看不到 OK 再談 再談 再見 拜拜 對 我 沒有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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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